还行,可以三个 这种话不能说出来,我还不能说啦 不说车,我有房子,兄弟们我有房子 我失去一套房 我只被人D掉 我失去一套房,如何呢 我这一套房能不能买他两个A6 全款吗反哥,包不下30年贷款 30年贷款,主播得还到50岁了 有找个女人跟我一起还,好不好 打法师的先锋还是有点吸的有血的 因为打法师手太长了,声温很容易破了 带电型容易翻车呀 因为电型队伍不会玩的话容易弹节奏 我一般双牌喜欢带电型 因为双牌能打节奏,我跟中野联动 居然我跟CY排的时候我一直带电型 因为CY能帮我启动,能把这把游戏给我加速 因为CY会帮我抓 路人打野不会帮你抓的 所以我双牌我跟小麻,还有跟CYY 这种AP性打野,我就带电型 只要不是打灵活,打单身我就带电型 没有瞧不起啊,CY前天还给我发个奶茶 还幸好喝了杯奶茶 最好的 常见 啊,心态保障 啊,心态保障 这个血量也没必要比 我可以补到1225 出个两场剑,一个875 是最好的 OK小蹭一下就行 小蹭一下就可以 这个版本反正班位给小炮就行 班位给小炮 然后打阿克上的时候别先攻 当然也可以先攻 不过最好还是征服着,因为征服着打阿克上好打 这波可以硬吃野 预判 黑森说 都哑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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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预判不说话吗 这不叫预判,来这把打阿克回放 我走 克洪药 这两Q会加伤害了 他现在没E的 直接起啊,换大 还在 憋大招 那我这闪现如何呢 OK他没T了 他现在没T 没T没R 没事 这波又是最好的主角军兄弟们 又赢了 又赢了 兄弟们又赢了 这就是国服先攻,国服节先攻天花板兄弟们 你们就学吧 随便上门 学了随便上门好吧,把把当主角 不再有闪上ous角军 又赢了 护车 也不再有限制 就第一个 好 给R,他放R,哎哟,这下A没出来了 他这波卡的这个时间点刚刚好 刚刚好就导致我们阿洛迪没A出来了 不会没关系,因为他现在没TP的,我们TP比他要早用 所以我们没有踢的时候他也没有踢 他没踢的话就很难受 就等于我们白杀塔皮,就算这波不杀塔,他也是跟死的差不多 这波一个WQ往右边打 预判一下他的走位 本体双Q,落地EA OK他交易了 他再R一下直接起打 大家要赶安过来,先搞一下南枪吧 诶,泽拉斯这波有打 打死我吗 哎哟失误了,我灶了 坏,他这波还有TP的 那这波有点坏 这W还是太恶心了 那个狐狸这个W能瞬间加速 还是很超魔的 这波有点坏 对 我现在的黑色 有点坏 咱们 你这就是 我喜欢 是 我现在的黑色 我现在的黑色 看起来 就是 我们去看 我现在的黑色 我们在黑色 我们们 我们就看 我们在黑色 我们的黑色 还行,可以三个 再见 大县一只 最好的14级,EZ再次两次,MAP扑到了 因为先攻他打,真打人的话没那么强的 先攻真打人的话他没那么痛你知道吧 哎哟,这头被K完了,怎么办 怎么办,好想拿MAP,怎么办 哇,太爆了 可惜,能给我吗兄弟 不可能给我 真的给我,整个系统有问题 哎,可惜 差一点点 这就是我们先攻击的评分 12.1 跟最肥的只差0.5 我可能不死那次有了 不被南洋,不给南洋送那一次有了 可惜